在我们的星球上有很多奇怪的东西 我们至今还没有全部发现 在这个视频中 我们将看看一些最奇怪和最意想不到的发现 从这长三根手指的木楠一 到地球上发现最古老的物质 甚至是最近秘密曝光的仪式外星一体 这是最近在世界上发现的最奇怪的十个东西 同时你还知道最近有哪些奇怪的发现吗 请务必在下方分享 第十名 三根手指的木楠一 不幸的是 并非人人生来平等 有些人生来就有完整的身体部位 但不是每个人都如此 有些人生来就缺少手指 甚至四肢 但我们继续证明人类是一种神奇的生物 能够适应环境 发现缺少拇指 脚 手或其他身体部位的人类里还并不罕见 但一看这只手 研究人员就立刻知道它有可能不属于现代人 在比鲁沙漠的一个废弃的隧道里 躺着一只木楠一画的三只的手 更奇怪的是 它有三根手指 每根手指都超过20厘米长 在最初的检查中 专家们得出结论 这是一个人做的假肢体 毕竟 一个艺术家试图创造一只三只的手 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但是最近毕鲁库斯科的一项研究表明 这只木楠一画的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具 而且它是由皮肤和骨头组成的 每根细长的手指都有六根相连的骨头 这就解释了它的长度 有三根手指的动物被称为三只动物 生物有三根手指或脚趾是很常见的 比如爬行动物和鸟类就很常见 对于铃长类动物或类人动物来说 拥有三根手指绝对是很奇怪的 尤其是这样长的手指 研究人员认为 他们发现的这只手属于一种真实的生物 但哪种生命形式仍然是个问题 或许是未被发现的铃长类动物 生活在很久以前的未知祖先 还是其他什么呢 可据我所知某种外星人也是长有三根手指 不知道这是否有关联呢 第九名 日本发现的美人鱼 关于美人鱼的传说和故事 从公元前一千年就开始了 多年来 理论家和密码学家们 一直在试图发现一个真正的样本 过去曾发现过许多所谓的美人鱼事件 但没有一个被证实是真的 可是最近 研究人员声称他们在日本发现了一具美人鱼木乃伊 这些鱼还是在日本的一座寺苗中发现的 但其真正的来源仍然未知 据称这具尸体是一条300岁年龄的美人鱼 于一起30年在日本四国岛附近的日本水域被捕捞 这个奇怪的木乃伊有近31厘米长 这个可怕的生物长着一张扭曲的脸和尖牙 与此同时 它的手悬在一条鱼室的下半身 一些科学家对这具鱼还进行了研究 以辨别它是否是真的 木乃伊还通常是由两种动物标本制成的 就像巴纳姆的标本一样 在日本神话中 美人鱼是与永生有关的生物 如果这种生物被捕捕或猎杀 它被认为会带来坏运气 据成来自大口是近似的人们捕获美人鱼 只是为了吃它的鳞片 具体原因我们也不知道 难道是想靠吃它鳞片获得长生吗 尽管美人鱼一直被描绘成美丽而又吸引力的生物 但这只美人鱼看起来像一种可怕的动物组合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 但我认为这只是历史上众多美人鱼片局中的一个 第八名 地球上发现最古老的物质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我们对我们所生活的宇宙的了解 比上个世纪还要多 目前 科学家们发现了我们星球上发现的最古老的物质 它有可能比太阳系本身更早 在20世纪60年代 科学家们在一块落在地球上的太空岩石中 发现了尘埃颗粒 当他们对它进行检查时 他们对自己的发现感到非常震惊 他们发现了远在太阳系诞生之前就存在的物质 令人惊讶的是 这些尘埃颗粒的年龄超过了75亿年 这意味着其中一些尘埃颗粒比太阳更古老 这些古老的星际尘埃是由垂涩的恒星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抛入我们的宇宙的 这可给地球带来灰尘的小行星 被称为默契森运石 这块运石是在1969年9月28日 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附近坠落在我们的星球上 有趣的是 研究人员将这种前太阳尘埃的气味 描述为类似于腐烂的花生酱的气味 这一发现证明了我们对宇宙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 在未来 我们有心心会更多地了解宇宙 第七名 升学悬浮 最近的科学突破之一是在声音和升学领域 在过去的几年里 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 如何利用升波悬浮和移动液滴中的微小颗粒 不久之后 我们就能利用升波式教中的物体悬浮起来 最令人震惊的理论之一 是升悬浮实际上被用于建造金字塔 虽然没有第一手的记录 但有很多书面证词证明这是可以实现的 一种说法称 古埃及人使用了一种神奇的纸杀草纸 上面刻有符号 这块平板被放在一块石头下面 魔法使这块沉重的物质漂浮起来 一些人纷纷猜测 也许这个过程不是别的技术 正是升悬浮 但目前这种说法并没有直接的证据 据成其他古代文化在声音方面拥有高超的声学知识 包括多年前生活在中国的人 目前 我们的知识只能让我们举起只有几毫米大的微小球体 但一些人相信 很快升博机器人生物 将使我们能够精确地将药物送入我们的身体器官 并在半空中组装精密的计算机芯片 我不知道这项技术多久能实现 但听起来就感觉很了不起的 第六名 换笔埃的古埃及木乃伊 我们挖掘并分析了很多埃及木乃伊 虽然他们都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但有些比其他的更特别 最近 考古学家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怀孕的埃及木乃伊 这是第一个在怀孕期间死亡的木乃伊 更让人好奇的是她死亡的原因 关于这具木乃伊 人们所知甚少 也被称为神秘女士 专家认为她生活在公元前一世纪 是埃及南部的一名部落女性 但她的确切身份至今仍不为人知 最初 专家们认为这具木乃伊死于怀孕并发症 但最近的研究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来自波兰的研究人员在分析木乃伊头骨时 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经过X光和CT扫描 发现她的骨骼结构与大多数埃及木乃伊不同 她的卢命果看起来与鼻肿瘤患者相似 这一新发现使众多研究人员 能够更多地了解癌症在过去的样子 更重要的是 这种结合还表明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 比埃在东亚和非洲的特定地区更常见 这表明 这种疾病在这些地区的传播 是因为人们对这种类型的癌症 有更强的遗传倾向 第五名 飞汽的采矿小镇发现的阿塔木乃伊 这一具小木乃伊 只有15厘米长 这个小骨架被称为阿塔 以纪念骨架被发现的地方 在阿塔克马沙漠的炎热环境中 最初 它被认为是一种外星生物的遗骸 因为它的头骨很大 多年来 人们一直认为情况就是这样 但最近的研究表明 事实并非如此 当科学家们发现阿塔时 它被小心地用白色的布和紫色的丝带包裹着 这具骨架在很多方面让研究人员感到困惑 它的大小是最明显的奇怪之处 但当科学家们仔细观察时 发现阿塔木乃伊并不是很特别 科学家估计 阿塔40年龄在6到8岁之间 但这更无法解释它的体型 与人类发现的12对肋骨相比 这具骨架只有10对肋骨 它的罪行头骨也让世界各地的专家感到困惑 根据专家的说法 可以肯定阿塔是人类 而不是外星人 它很有可能患有多种基因问题 这导致了它非凡的外表 但研究人员认为 即使在阿塔的最后时刻 它也感受到了爱 因为它被精心地用布包裹着 以确保它的遗体在几十年 或几个世纪后仍然完好无损 第四名 死亡哨生 当考古学家在墨西哥一座 纳斯特克神庙附近的坟墓中 偶然发现这些奇怪的 头骨形状的物品时 他们以为这只是装饰品或玩具 几年后 他们发现它们有一个更邪恶的用途 这些小而令人毛骨悚然的文物 不仅在视觉上令人毛骨悚然 而且还有可怕的作用 事实证明 这些小头骨被用作哨子 在那里 与我们今天看到的不同 这些死亡哨子被用来发出类似于人类的声音 这些小而中空的哨子 可以模仿人类在痛苦中嚎叫 现代工程师花了几次努力来复制死亡哨生 并模仿他们发出的声音 但至今还是无法完全地复制 研究人员认为 它主要是在战斗中被使用 目的是他们的敌人在恐惧中颤抖 原来在此之前 古代文明可能已经使用了数百年 甚至数千年的心理战 第三名 被秘密曝光的外星人遗体 尽管我们还没有找到外星人存在的缺凿证据 但许多人相信外星生物 以前曾经访问过我们的星球 理论上 世界上的许多地方 都与这些其他世俗的游客有联系 在位于内华达州南部格鲁木湖荒凉的51区 有一个秘密的美国空军军事设施 虽然它被官方机构称作为飞行测试基地 但很多人对此并不幸福 虽然51区的设施截备森严 但2019年还是有人袭击了该设施 这一切都是于脸书上的一个帖子 大多数参加活动的人 都想意读这个神秘设施的内部 大约150人突袭了该地区 但不幸的是 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外星人 但从那以后 这张照片开始在网上流传 一些人声称这就是51区正在发生的事情 你认为外星人以前真的来过地球吗 高层真的有事瞒着我们吗 请在下方留下你明智的观点 我们想听听你的想法 第二名 埃及猫穆乃伊 除了穆乃伊和金字塔 古埃及人还以什么文明呢 那就是他们对猫的崇拜和崇敬 从象星文字雕像和房间碑 埃及人确保让整个世界知道 他们对猫的迷恋 这些动物在古代文明中 有着独特的地位 经常与埃及神联系在一起 古埃及人重视猫 狗和其他动物 但猫是最特别的 人们相信猫是一种神奇的生物 善待它们的人会得到好运 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很珍惜这些动物 那些属于精英家庭的人们 一定会用奢侈品来装饰猫 它们理应得到珠宝和美食 甚至有几只猫受到了黄石般的待遇 这些动物死后也被制成木乃伊 古埃及人相信有来时 所以它们尊重并爱护它们的宠物 再来时希望还能有它们的陪伴 坟墓和灌墓中的几幅画 描绘了猫和死去的捐赠者在一起的场景 这表明猫对这些人有多重要 最近 考古学家偶然发现了一项证据 证明了古埃及人和它们的猫伙伴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更进一步挖掘到可以追溯到 十世纪和十三世纪的遗址时 它们发现了一具猫科动物的木乃伊遗骸 与再万人坑中发现的遗骸不同 这只猫被精心保存并制成木乃伊 不过我也不能责怪古埃及人 毕竟 即使是现在的人们也被这些生物迷住了 第一名 邪恶的杀生石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有自己的一套信仰和迷信 日本人认为一些火山岩与古老的邪恶尸体有关 尽管地质学家坚持认为这些石头是天然的 但当地人相信这些石头意味着什么 最近 小火山岩开始分裂 这在当地人中引起了很大的混乱 他们认为邪恶的灵魂被释放了 当石头裂开时 一千年来 杀生石一直完好无损 当地人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他们分开了 这颗臭名昭著的杀生石 位于日本东京附近黎木山脉的中心 据说这些石头里藏着一个女人的灵魂 她最终变成了邪恶的灵魂 这种邪恶的东西 通常被描述为具有无与伦比的外观的实体 它本质上是邪恶的 人们相信混乱中的厄运很快就会肆虐这片土地 但杀生石分裂后 并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件 你知道最近还有什么奇怪的发现吗 请务必在下方分享 同时看看屏幕上现在出现的其他很酷的东西 我们下个视频见